大家好,我是時光飽的A.B.O.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表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影片最大的動力 每年到農曆年的時候 我們都會選一些生肖換錶介紹給大家 接下來就是兔年 所以我們在這裡都找了有13隻 跟兔仔的換錶想介紹給大家 中國農曆的曆法是用12年為之一輪 每一輪都有12種動物代表 即是12地支 這些動物分別是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和豬 再配合五行即是金木水火土 而2023年屬於水兔年 兔年會由2023年1月22日 一直到2024年2月9日才結束 兔仔在《十二生肖》裡排第四 是象徵了長壽 而在中國的傳統神話裡 兔仔是一個很受歡迎的角色 他很有善 還有非常體貼、溫柔 而且也是善良的 所以兔仔都有很多好的角色 我們這次找來的碗錶 包括有13個不同的品牌 第一個是來自Bronpah 寶柏就做了很多年生肖的碗錶 他們把生肖碗錶放在Villibrit series裡 叫做中華年曆的寶套碗錶 這個碗錶本身是一個中華曆法的年曆碗錶 所以在錶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天干地支、陰陽的合力 因為農曆的正確說法 其實是陰陽的合力 還可以看到十二時辰 以及生肖五行 至於那隻兔仔在哪裡呢? 那隻兔仔原來在錶底的擺坨上 刻了兩隻兔仔 是很精細的雕工 這隻碗錶是限量50隻 用了Platinum來做這個錶殼 所以都非常之珍貴 第二款是來自Brigade 寶基的 寶基放了這個兔仔的碗錶 在他們的Classic系列裡 編號是9075 限量很少,只有八隻 這碗錶的特別地方 就一定是錶面 它不是一隻或者兩隻兔仔 它總共是六隻兔仔 這六隻兔仔都是不同的形態 全部都是用白金來雕刻 在它的背景上 就有一個藍色的法郎錶面 法郎是非常之高的工藝 那六隻兔仔是代表了 二四六八十十二點的一個時錶 33.5毫米的直徑 很明顯是針對女士的市場 不過這隻錶 女仔帶真的很漂亮 第三款 M.S. 愛瑪士 愛瑪士這款碗錶 不是一款生肖碗錶 但它很有趣 還有一個故事 我們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一個 坐著木馬上的公主 在做自拍 它用的技術 就是Model of Pearl珍珠背舞 來做背景 以及用了微繪 顏色很豐富 圍著這個公主 分別有巨嘴鳥 有烏龜 孔雀 燕子 最重要 一定有兔仔 因為我們兔仔主題 還有鷹毛和猴子 這一群動物圍著公主 都在爭取近一個最有利的自拍位置 挺有趣的 這款錶限量是24隻 用了18K的白金來做這個錶殼 第四款是來自IWC曼國錶 曼國錶是把兔仔的生肖錶放在Portgegezer 的Altomatic系列 限量是500隻 這款碗錶我最喜歡的是 錶面的酒紅色 非常有節日的氣氛 配合金色的阿拉伯數字時錶 以及指針 有些喜氣揚揚 好像看著它揮春的感覺 兔仔在哪裡呢 反轉的錶就可以看到 雕刻在自動擺陀上 因為自動擺陀是會動的 當自動擺陀在轉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兔仔好像奔跑一樣 所以這也是一個 頗特別設計的思考 第五款 Uzinadin Uzinadin也是做了很多年生肖錶 今年這個系列 叫做流金系列的零套生肖碗錶 他們是用了兩種髮廊的技術 一個是內田髮廊 另一個是俠絲髮廊 限量88隻 我們可以看到錶面 是有兩隻兔仔 一隻白色 以及一隻咖啡色 兩隻都是比較常見的兔仔顏色 不過場景很漂亮 是一個日落的景象 我自己的體驗 日落的景象 在一個有山川田野的設定 非常之平衡 以及很多顏色的一個錶面 很多朋友都知道 做髮廊 每一種顏色都要經過高溫的消制 它有這麼多顏色 在製作過程中 都是相當複雜的 常stro mountain 是一片和椅子 有幾乎的 左背頭 Real全國衣服 一些雜 COM Mmm 那兩個 13款和兔仔有关的碗标 我们都介绍过了 希望大家在里面找到你自己喜欢的 在这里我先预祝大家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时事顺宜 今个星期的一周标识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